都到台中 然后她说姐我们到 然后珍丽姐还在 她说她们在这边 我来说 对 我打了 其实变成我姥姥的 好吧 那突然我们在 她说好贵哦 又载人车回台北 然后年老舅有的故事 但是我老公是我直接下班回家 然后就开到停车场 停了一趟过我生的车了 不是吗 航行耶 好想好想在车里 是认识老婆的人吗 我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 今天我是要约佩晨的老公 那我们可能是第一次吃饭的 我确定 我要需要确定说 她去这个饭局会不会不舒服 就是我们想要约 就是我们有意愿要约了 但是最终的时间 我是会先问她说 老公你会想要跟她 还有坐坐一起吃饭吗 然后你想要约什么时间好不好 吃什么料理好不好 然后她都说好了 我们说姐妹姐 她是可以的 然后你再看看你老公时间 我们是这样做事的 还有 还有 比如说她刚举例 她跟朋友打球 不是这么回事的 她是呢 比如说她约了某一个男明星 要一起去camping 而且是野营要垂降的哦 然后呢 铺铛就会跟人家约好 比如说拿某一个weekend 然后就已经约好了 装备自己就已经开始在下面整理装备 然后到了突然我有一天看到形势力 然后上面说 哎 老公为什么这个weekend 我们为什么突然要去这个山上 她说 哦 因为我就是假装成坐坐 我跟坐坐约好 这一天呢 我来去 然后问过我 对 基本上在我的心中就是我到哪里都会有你们的 我到哪里都会有你们的 但是 我就心觉得那个已经很好玩了 那是一个多棒的体验 我就要带你们去体验 但是如果我跟你们讲完你们不要 那就不要去吗 我想跟那个製作人申请 这一个主题 到底可不可以延长两集 哈哈哈哈 我还是有太多的 真的很奇妙耶 但是他只好带着你啊 像製作人说 哦 那我跟妳讲 我礼拜一去花莲 我说 哦 去花莲 啊 因为我要去钓鱼啊 哈哈哈哈 他说自己去钓鱼了 他的钓鱼都跑好了 不是 我 我觉得 但是这个节目整就